兩鐵明天合併之後 服務香港近一個世紀的九廣鐵路 將會成為歷史 又鳳佩樂說說 要講九鐵歷史 就要由尖沙咀火車站中樓講起 這個地標由1916年開始壓立在海旁 當年在車站外面 寫著去廣東要兩個小時55分鐘 火車站人來人往 對出的巴士站同樣都很繁忙 巴士還要同黃包車爭路 1975年紅磡的新車站取代了尖沙咀總站 當時等車就是坐在這些綠色的長燈 之後多個車站都陸續更新改建 沙田將會興建一座 耗資5600萬元的新火車站 這座新火車站 無論在設計、設備和提供各項服務方面 都可以與紅磡火車總站相比美 鐵路發展方面 不能夠不提高就是1979年 港稅直通車在停辦30年之後復行 車上不單有小賣部 還有餐卡 食物由幾毫至兩元不等 當年來服務不斷提升 列車亦都有所隔身 最早期的火車是蒸汽機車拖動 50年代逐步改用這種柴油機車 當年乘客還可以在路軌道左穿右插 每個都大包細包 就連單挑刀出動 有否打算帶電器回去給親戚 帶一格下MD 1982年電器發火車面細 取代用了接近30年的柴油火車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些橙色的座位呢 還有這些售票機 站在遠一遠都知道是賣單程票 至於花10億元來興建的輕鐵 在88年投入服務 之後西鐵、馬安山鐵路 落馬洲之線相繼落成 九鐵陪伴了港人接近一個世紀 它的種種將會成為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 無線司機者 鳳佩樂報道